知识分享 分享知识 Hey guys It's nice to see you again in our lesson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好 各位同学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科语课堂 那么今天咱们依然是要讲 3 idioms and a technique for speaking English 对了 咱们今天要讲三个短语 外加一个说英文的一个小技巧 什么呢 就是把握英文说话的时候的两个度 哪两个度啊 以前跟大家提过一回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咱们现在先不说是什么 大家先跟着我走 待会儿大家就明白了 咱们看第一个段隐是什么 这叫什么呀 There you go 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经常见到美剧里面说的 这道题怎么做呀 另外一个人说 这道题我做不做吗 名思苦想之后 终于想出答案 然后另外一个人拍手叫绝 There you go 什么意思啊 对了 你是对的 就是这样的 有种较好的意思 对了 好了 是这样的 所以说你看有些时候 中文和英文之间是无法翻译的 对了 好了 总觉得是什么呀 还欠缺一点这个情绪在里面 说这句话的时候是 Yeah there you go 是这种感觉 是不是啊 对就是这样 太完美了 有这种效果 好了 咱们来看第一个句子怎么说的 There you go again Blaming everything on me There you go again Blaming everything on me 那么这句话说的呢 不无这种讽刺的意味 哎呀 你这样做就对了吧 你看而且还是又一次的对了 干嘛呢 你把这一切都归咎于我 是不是啊 There you go again You blame everything on me You blame everything on me 那么当然这是逗号 后面用了什么结构啊 就是分词结构 分词结构做伴随壮语 Blaming everything on me 好了 顺便也跟大家说一下 Blame somebody的时候 是怎么去blame Blame everything 就是blame某一件事情 然后再on somebody 表示啊 归咎于某个人啊 好的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句话 Please lift your right hand Please lift your right hand 啊 请把你的右手抬起来 也许这是在做体检 是吧 医生跟他说 抬起右手来 然后他就啊 跟着做抬起来了 这时候说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 对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样的 好 通过这两个句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重点练习句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些被中读的单词 我是怎么读的 这个念什么 Fair Fair 对不对 Fair 是这样的 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度在里边 之前咱们说的两度 什么呀 First of all the consonant here You should pronounce the consonant with your string 是不是 这个地方 th发的是什么音呢 一个辅音 这个辅音 发音的时候 要怎么着 你看 the the er there the 要使劲 所以说辅音 发音有 力度 但是呢 有力度的同时 我就发现 有些同学 there there 太拖沓了 这个东西 看到没有 当然写法不同 还有些时候呢 是这样的写法 其实都无所谓了 用不同的音标 去在这写出来 只能说明人们 是用不同的方式 去描述这个东西 对不对 好比你写一个字 国家的国 你能不能这样写 当然可以 那能不能这样写 也可以 那可不可以这样写 还行 对不对 它是一个汉字 三种表述 哪个都行 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样 音标的 经常有的同学 非常纠结 到底它发什么音 你不该问这个话 这个话本身就是错的 你应该问什么呀 它是哪一种 音标的体力 有些时候是用英式的 有些时候用美式的 美式里边又分为若干种 但是不要紧 这些都不重要 关键是这个东西 读什么音 你搞清楚读什么音了 这时候你就不会被音标锁 迷惑 是不是 there 那么这个 这是一个所谓的什么 短音 就像弹出来的一样 there there 说这个词的时候 是很干脆的 这就是什么呀 发原因的一个读 叫做什么呀 原因有速度 是不是 我们经常发现 有些同学原因的速度太拖沓 there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知道吗 这是因为中文是一个什么呀 自证腔圆的语言 对不对 我们把中文的节奏和英文混淆了 你看经常有人这么说 there you go again blaming everything on me 你又来了吧 把所有的事都归咎于我 你看 如出一辙 这是不对的 好 那么咱们今天这两句话呢 如果大家想跟着我 进行深度练习的话 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 科学练习群之中来 在视频之内 我会带着大家 用视频的形式 深入去练习 那么入群的方式呢 是大家添加屏幕上的 客服输交的微信 由他来去引导大家入群 好 咱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个端演 叫做什么呢 什么什么 it's a killer killer killer一听 这就是什么呀 哎 有一定挑战的东西 是吧 killer 怎么说 something is very difficult somebody or something something is very impressive 什么叫做killer 杀手 对不对 杀手 就说什么事儿 太难了 或者说是 什么人给你留下了 一个极其深刻的印象 这时候都可以用到killer 那么他的中文示意 太难了 太酷了 诸如此类 根据摄像文具体的 这种场景来去翻译 到底是用哪一个 好 咱们接下来看例句 The exam was a real killer The exam was a real killer 这样去说的 这场考试 的确是一个 对我来说 是一个killer 杀手 对吧 还有些时候呢 你看 The new movie is a killer The new movie is a killer I'm looking forward to watching it 新版的这个电影 实在是太棒了 我盼望着去 能够观看一下 是吧 这个killer和这个killer 意思上 稍微有那么一点 差别 这表示什么呀 考试太难 这个表示啊 电影特好 对不对 那么好了 咱们接下来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killer这个单词 你是怎么读的 有没有注意到 我刚才是怎么读这个词的 有没有注意到 他读作啊 你看 好多人读killer killer 哎 错了吧 朋友们 你看 应该怎么办啊 辅音有力度 k 原因有速度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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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也就0.2秒 k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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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所以说你肯定比我长出多少倍啊 你比我长出三倍 是我的四倍 对不对 以前讲课的时候有同学就挑我的刺 说啊 不对老师你比我长四倍 那说明你是我的五倍啊 好 我这听你们的啊 这是多少倍啊 这是四啊 是不是啊 各位 你是我的四倍 这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语速就比我慢了 三倍 对吧 啊 然后呢 咱们要是说一个这个这个演讲 同样一份演讲稿 要是我来讲的话呢 可能我这个十分钟讲完 要是在你呢 你可能得讲四十分钟 朋友们这四十分钟是怎么延长出来的 是通过拖长每个音从而实现的 那么底下的观众听你的这种说话的时候感受是什么样呢 就像是我现在这样用这个速度讲课 你说是不是很恶心啊 对不对 各位 所以一定要怎么办 用正确的语速 两个度 千万记住 好 接下来 The new movie is a killer 加快 I'm looking forward to watching it 到了这儿了 你别是 watching it 这是不对的 辅音有速度 这个速度是什么 速度不一定都是快 这个叫适中 watching it 这样的 好 接下来 咱们再看几个和这个相关的这个端语 Killer相关的 大家看这个 cool beans 这个非常酷的痘子 这什么意思啊 也表示极好的意思 酷斃了 这个帅呆了的意思 这是怎么讲的 其实这是一个音译外来词 英文 英文本来就是外来的嘛 你怎么 看说英文的时候还说 他是音译外来词 对 对人家美国人 英国人来说 这就是音译外来词 从哪来的 从中国人来 这来的 我们说酷斃了 酷斃 酷斃 它是音译的 我们中文的词 就好比long time no see 那是意义 这个是音译 好 这个double bomb double bomb 什么意思啊 两个炸弹 就是说什么呀 太震撼了 比较这种 感叹 好 接下来 do you make the story up 这句话我先不跟你说 咱们学哪个短语 你先跟我来看 did you make that story up 是你创造的那个故事吗 大家想想 make that story up make up 这什么意思 感受一下啊 然后接着看下一句话 I think he's very unkind of you 我认为这是对你来说 你这个事做的太不漂亮了 你太坏了 干嘛呢 to make up stories about him to make up stories about him 就是说是 关于他去制造出一些故事来 我认为你这个做的太不应该了 什么意思啊 就是编造捏造他的一些新闻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make up 什么意思呢 是对了 make up表示 瞎编 胡说 这个词呢 其实很有意思 make up 瞎编 胡说 对于故事 你这个编造出来一个 这叫做胡说 那对于人呢 比如说本来一个人长得一般 通过这个涂脂抹粉等等 大家现在在网上也能看到好多的 那就不是美妆了 那是伪妆 然后苗眉化眼 这是画的面目全非 确实那效果很好 那叫什么 make up 表示化妆的意思 是吧 化妆化得过头了 那就是伪装了 是吧 这个make up在这什么意思 瞎编 胡说的意思 好 那么瞎编 胡说就是像刚才这样 make up 那么接下来呢 再跟大家介绍几个表示 类似含义的端语 一看大家马上就明白 talk through one's hat talk through one's hat 什么意思啊 通过某人的帽子 去县外谈话 哎 这什么意思 大家见过这种情况吧 比如说咱们小学的时候 拿着课本 老师在前面讲课 我们把头趴在桌子上 课本挡着脸 哎 同桌 你那本七龙珠记 我看看啊 怎么怎么样 这是我们拿书挡着脸 去说话 这叫什么呀 说些和课堂无关的话 这叫什么呀 这叫胡说八道 对不对 那么好了 talk through one's hat 什么意思啊 这是指呢 西方人在教堂里边 要是有一个啊 这个戴着帽子 在那看似是在做礼拜 其实呢 是在那趴在那睡觉 或者说跟旁边人交头接耳 再去聊天 根本心思不在这件事上 这叫什么 夜交胡说八道 哎 是不是各位 其实都是有相似的地方 是吧 好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个 talk nonsense 这个就更是了 nonsense本身就是表示 无意义的事 哎 是这样的 好 那么咱们今天学了三个短语了 来一起总结一下 什么什么 is a killer 你可以赞叹 是吧 等于一天你的英语学得非常好了之后 探讨问题用英文非常流畅 别人说 wow you're really a great killer in english learning 也可以这么说你 那么there you go what you did was right 别人是说你做的是对的 make up 什么意思啊 就表示 编造 好 那么咱们今天的讲解就到这了 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